今天又来开始聊派气管,插油车的派气管,有什么好聊的? 说出来都是痛啊,虽然说我暂时没有遇到过派遣系统的问题,但就是问题是我周边的人几乎多多少少都遇到过问题 这几年呢就是说新车比较多,就是2018年之后的北美的卡车,我们先不说其他国家的,就北美的卡车,他们这一整套后排言系统就是属于DEF系统,我们俗称叫DEF系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这一套系统 很多人国内叫国六,也有人称他为搞排气管的,搞排音的,或者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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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这个东西 早年呢 是柴油车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因为那时候法规 还有这些法律 什么环保 没有这么多要求 就放得很宽松 柴油车嘛 你有个 你就到了柴油 有个排气管 有一些颗粒捕捉器 就是类似于汽油车那样子 有个山源吹花剂 没冒很多黑烟 能开就行了 哪有这么多事啊 但是陆陆续续的这几年 很多车都有了 就是近几十几二十年嘛 你看哦 以前有Peter Bill 老款的Peter Bill 像什么Cat Engine 现在都已经不能进加州了 还有就是Peter Bill 一个叫做 379 还算是比较新的 379是旧的 389 哎呀 我现在很久没有去了解这个了 因为我对Peter Bill 现在也没什么兴趣 因为他们也是用看名师的发动机 所以说型号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讲的 因为 他们北美的卡车嘛 不管你是哪个大厂的 Peter Bill 还有Camwell Western Star Western Star Wall War International 就这么几个大牌子 然后Fediner 都可以选装看名师 就是说看名师就属于这所有大牌里面的可选包 看名师就是可选包 那么 以前是Cat Engine 就是黄色的那个发动机啊 现在就是陆陆续续 已经没有人在卖这个了 基本上就是古董车 但是呢 配件还是有的 因为那些拖拉机 就是农场用的 还有就是挖掘机 重型挖掘机 它在工程里面 搞那种矿场的 那种不上高速的 还在用 那么上高速的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古董车啊 这种车质量 也不错 我见过一个老司机 他开了一台Cat Engine 已经跑了300万英里 已经review三次 那么 呃 他这台车啊 我那时候是在看州的时候看到的 然后 基本上是没有E-log的 因为那时候 发动机构造太简单了 但基本上就这么几个东西吧 所以说你保养啊什么的 就可以说 你能自己处理就自己处理 很少就找修车的 或者是老外嘛 都喜欢自己搞嘛 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么 嗯 现在的发动机嘛 就比较娇贵一点了 什么 动不动 爬气管就要再生 国内叫再生 再生系统 很他妈恶心 军车有没有这套爬线系统 军车怎么会有这套爬线系统 然后打仗的时候 你要跟人家说哦 我DPF要再生 我要原地停车 烧一下拍烟 怎么可能 所以说这一套就是民主党想出来的环保 所以厂家也必须跟着法律走 加装了这一个东西 其实这套东西真的没卵用 但是 它跟着你 它就是跟着你一起出厂 它就是原装的 那你没有它 你 你拿它没办法 除非你把它打掉 但是呢 呃 2018年所有的DEF系统 它们都是全新升级的 换代的 就是说第三代 北美已经属于第三代了 最早的时候2011年就已经就已经有这套系统了 那么 咱们今天不聊那么去去去去计较那么多 我们就聊比较近的 就是说 呃 18年之后 它很多这套排烟系统啊 它可以再生 然后还有就是 它 为什么说有的人 开着开着 车子就跑不动了 被限了 就是因为它的DPF堵了 那么它的后排烟呢 其实说白了 这个该怎么说的 就 我们常说的是DPF 就是颗粒捕捉器 那么颗粒捕捉器呢 就相当于 呃 我们正常 正常了嘛 没戴口罩 那你戴一个口罩 你是不是呼吸很难受 那么它就是用来 捕捉这些柴油车屁股放出来的黑烟 所以说为什么新的车 屁股没有冒黑烟呢 尤其是新款的车 包括 哇哇 这些大牌 全部都不冒黑烟了 不管你怎么踩重油 就是不冒黑烟 它其实呢 就 呃 呃 怎么说呢 国内 叫做国六 他们也开始做这一套系统了 但是 国内的技术 还是不是很完善 因为 颗粒捕捉器这一种 这个东西吧 里面多了 一个喷油嘴 这个喷油嘴呢 就 就相当于 呃 你是给它 呃 就是 把油喷进去 让它烧 啊 很多时候呢 它烧的不是那么好 因为它的 第七喷油嘴 我们叫第七喷油嘴 堵了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要去清洗一下 那个喷油嘴 不是说这套系统坏了 它有时候只是堵了 然后还有呢 那个 d dpf啊 它其实是属于 像 马蜂窝一样一个东西 呃 一个 就是 去过滤的滤网 那么有时候呢 它堵了 它要再生 去烧它 假如工作正常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问题就是 就是 有一些车啊 它 有两个NOT sensor NOT sensor呢 在排气 排气的中断 以前跟以后 有时候 就是某一个坏了 某一颗坏了 它没办法感应出来 所以说 它就坏了 就要原地再生 怎么烧怎么烧 都烧不了 烧不干净 因为电脑没办法检测 我表哥也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 有 它开了一百多万卖 它在七十几万卖的时候 那个车主卖给它 它那台车啊 就是七十几万的时候 不停地在做排烟 跑到路上 被限速了 限速了 没办法强制排烟 其实呢 检查来检查去 查来查去 都搞不好 锅也拿去烧了 还是没有乱用 问题就是 出在哪里 它的材料 已经老化了 所以 你再怎么折腾它 都没有用 你就干脆去换一个 全新的 你去换一个全新的 我们叫做 DPF 那么你换完之后呢 它就可以 就是说 工作会比较正常一点 然后就再也没有 停下来做个排烟 新管的车 基本上 已经没有停下来 做排烟了 像什么 呃 那个怎么讲 就是 国内叫国六嘛 就是排气 排气管接出来的是 呃 DOC DPF 然后 燃烧室 然后 SCR 反正就是这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 反正恶心死你 小车 柴油车有没有 小车柴油车也有 然后很多人就是 一不做二不修 像做码头的 基本上就是把它打掉 没换一遍 把它打掉 但是因为我要 跑长途嘛 我不可能把它打掉 打掉之后呢 万亿 像Truck Gun那样子 万亿 电脑没刷好 跑个几年报废了 大修一下 用几万块钱 那与其这样子 何必的 还不如就直接就 把它修好了 继续用吧 万一被抓了 发钱怎么办 是不是 所以说吧 嗯 我是怎么保养它了呢 我呢 我基本上都是用原产的 那个尿素 就是比较好的 我从来不去 去油站的机器上加 因为 油站的机器呀 它从 它从那个油泵 它从那个泵里面 泵出来的时候 我们加油枪 蹦出来说 有些小油站 它为了节约成本 它不放filter了 所以说 它的尿素里面 杂志非常多 很容易堵 还有呢 就是 我为什么去买 那种桶装的 一桶就是16块钱 16.5美金 Home Depot的 嗯 我 一桶是2.5加仑 我正常一周 我需要用掉5加仑 因为 我平均 平均一天 我发现 我需要用掉1加仑 呃 的尿素 因为我现在很少跑 长途嘛 这基本上就是 属于 中 中 中途 不能算长途 那么 我一周 差不多两桶 够我用了 嗯 算一下 其实也不是很贵 因为你现在去加油机 上面去 去加那个Dev 它现在一加仑 差不多 也要4块多美金 那么 两 两个半家了 你差不多也要十几块钱 那你 干嘛要再加个机场家 我去买桶装的 那个纯净度又高 燃烧的时候 又充分 它产生 的效果就更好 然后呢 也更省油 所以我 基本上用了这么久车子 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我现在已经67万卖了 嗯 我在60万卖的时候 我换过了尿素的 滤清 尿素里面有个filter 你要把它换掉 然后呢 尿素罐下面 吸的那个地方 也有一个filter 它正常情况下 只要放下面那个就可以了 因为尿素桶 这个一个桶里面 它就像一个 呃 我们烧开水 以前在家里烧那个 嗯 呃 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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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壶的那种 有个 有个电流瓣那样子 插进去的 它里面有三个扇子 一个是加热 一个是level 就是页面的高度 啊 还有一个是 一个是加热 一个是 level 还有一个是什么鬼 反正是三颗 还有一颗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然后 呃 我那时候呢 为什么说 我是level 成是坏了 我就干脆换了个全新的 500多 换出来 哦 那里面还带了个小小的 过滤的 那个filter 但是呢 太难换了 那个换的话成本就非常高 就不太划算 因为工作量非常高 与其这样子 我就不换了 我就那么换了一次之后 我再也不换了 我就直接换下面的filter 呃 每10万英里换一次 或者一年换一次 一次的话 可能就要100多块钱 买那个filter 那个是纳米材料做的 那个叫做尿素filter 呃 型号的话 看名师用的是 101 好像是 UFC 我现在编号实在强不起来 我已经换了很久了 呃 冬天 冬天的时候换的 我那时候是冬天的时候换 拆下来基本上都 都已经换了 因为它开了60万麦 50万麦都没换过 我把它换了 然后呢 这套排行系统 到目前为止 67万麦 从来没有停下来做过一次排行 都是一边跑 一边烧 这才是正常的 当你的车停下来再烧 或者停下来 要你强制去烧 你再跑 这个就是预示着 你的车子已经快出故障了 赶紧去做维护 去放filter 去检查你的DPF 去检查你的第七朋友嘴 那么 为什么说那个filter很贵很贵 因为那是纳米材料 100多美金 不要去买副厂的 就是买原厂的 把它装回去 装回去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还有就是 不要在机器上去加 不要去小油站的机器上加 尿素 因为杂质非常多 一点都不好 那么我买这个车 买回来之后呢 还换过什么 其实 我说真的 我买回来 我真的什么东西 就是换了一个 Transmission harness 叫做变速箱的 变速箱的那个 那个 一整条电线 我换过一次 其实变速箱一点故障都没有 就是因为他 车主 之前的车主啊 他去加装了一个叫做 converter 就是变压器 用来煮饭 因为他说 司机想在车里面煮饭 想用 同时用两个锅 神经病 同时用两个锅 然后 他煮饭的时候啊 他温度太高了 直接 它因为变速箱的那条线 在你椅子下面 然后呢 搭在那个 电瓶线上面 电瓶线这时候 非常非常烫 他把变速箱线 给烧暖掉了 暖掉之后呢 金属裸露在外面 长期的这样子 秤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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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接触到 那个点的时候 它断路了 然后呢 我挂不进单 然后 偶尔又挂得进单 就原地的时候 角度不对 完蛋了 故障就出来了 跑去老中那边去修 都没修好 他们一直以为说 你这个车可能是 其他问题 可能是变速箱 哪里出问题 就以后啊 凡是电脑不能读的东西啊 就像我们 呃 玩 玩笔记本电脑 玩台式机 你U盘插不进去 你换一条线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怎么会读不了了 读不了就是说明 电路系统 电线 肯定是接触不了 那 先换电线 先从小的开始 我们再往大的去 用排除法 就把问题解决了 其实我也是小白 我也才开了一年 呃 也是在学习当中 有时候我看到别人有问题 我也去帮助人家 因为你帮到别人的时候 也等于你在帮你自己 万一我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 还有呢 很多的卡车啊 就是我那台卡车 自动变速箱的卡车啊 它下面都有两个环游嘴 认真去看 它有两个环游嘴 一定要去打环游 不打环游 变速箱容易坏 没有人告诉你 知道的人也不讲 包括修车师傅也不说 下次我把它拍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后排行系统 就这么一些东西了 真的很简单 就这么一些东西了 为什么要把它拆掉 除非你就是为神那么点钱嘛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现在就保留着它 我不拆 因为拆掉之后 真的是太污染了 还有就是太臭了 留着它 顶多就花你几十块钱 你车子卖的时候有值钱 然后呢 它毕竟就跟良性肿瘤一样 跟着你出来的 你现在硬着要把它干掉 你把它干掉了 电脑刷了 去低的低的不给你 不给你修了 去外面 万一又修不好 电脑插上去 其他鼓掌也读不出来 这下是进退两难 所以奋劝各位 好好保养 提早换 提早修 不要等坏了再修 不难的话 真的是累死了 今天就 倒闭到这么多 有关于 DPF 炒 叫DEF 好吧 排气管 又聊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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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